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别境 别境有五欲圣洁列定慧 再来一次 别境有五欲圣洁列定慧 是这样子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别境 我们今天过今天的这个日子也是一个别境 我们去完成一个事业也是一个别境 我们针对某一个目标去做一件事情都叫做别境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别境之中 就我们人生来讲 我们整个人生是一个一贯的别境 这个人到老的时候 他会回首前程往事 然后回过头来会想一想 嗯,这人生好像过得很快,不过我还过得不错 那是老 可是在撞连的时候也会回顾过去 我说,嗯,我过去啊 就有打拼也有修行 我有努力就有收成 嗯,我还过得不错 我觉得我还蛮高兴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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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这个 一个礼拜搓多少时间 那来做义工或者做志工 这 相信这个决定这件事情也是别境 也是别境 那 那么所以 别境呢 有五个因素构成的 那就是 欲、圣洁、练、定、慧 所以 大家常常跟着我 我这样子送 就等于送 啊 为世三十送一样 你就记得了 我小的时候就这样练 啊 就是 片心有五 出作意受相思 那么 这个 别境有五 欲、圣洁、练、定、慧 就是这样子 可是 看起来 这五个因素 很像欧洲的结构心理学 它是很结构性的 就是 你要去施展你的人生任何一个阶段 这五个因素 你把它摆开来 一定是从这五个因素构成的 啊 你年轻的时候 想要为自己的前途打拼 也是有欲、圣洁、练、定、慧 欲就是我的目标 我准备做什么 圣洁就是我对这件事情 我的动机 我的正确的价值观 是圣洁 念 是我 这个 这个 有丰富的知识 啊 有 我过去经验过的这些东西 那 我该有办法 去执行它 定 是我的坚异度、安定度很好 慧 是我的 我们有创意、有智慧 所以 你是做什么事情 没有离开这五个 佛法实在是很美妙 大家都以为 我们学佛的人只会练佛大作 其实佛法里头就在生活里头 在生活里头觉悟 在生活里头行菩萨道 在生活里头去创建人间的净土 去提升人的品质 其实是时刻刻 处处都感觉到有观音 那么生生都在练阿弥陀佛 啊 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那所以 你看 我上个星期 给大家谈到这个欲的问题 你看 欲这个目标的东西 那么在古德这么讲说 你能参透 为何才能迎接任何 你相信吗 你的人生 你能参透 你的人生是为了什么 你有一个人生的目标 真正了解它 那么 你就能够迎接任何改变 不管是称心满意的 或者是不满意的 你比较容易去面对它 所以 古德这么讲 说 参透 那为何才能够迎接任何 我们有任何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 这个零零种种的事情 都要发生 都要挑战我们 这个别境里头 一定是很清楚 我的目标清楚 我才不会走失 我的目标清楚 才不会杀谁挫折 我就心灰意然 我也不会 这个地方稍稍有困难 我就自己找的台阶 就准备浪杠 就不会 他目标是很清楚的 也正因为是如此 目标很清楚的 在整个学佛 人生的这个佛法的成就 在大圣菩萨的成就 这条路上 你不会气呢 也不会中间 有了一点闪失的时候 就走失 我们就不会 不会有这种状况 我自己觉得 我很感觉蛮安慰的事情 就是我很早接触佛法 碰到一些难题 但是在觉得很绝望的时候 很沮丧的时候 有时候又会想起 有佛在 至少也感觉到佛 佛做毛的看 毛的把人剥皮就对了 所以有时候很彷徨的时候 你也会这样子 这个像观世音菩萨 这个哪个 这个祈祷或者是祝祷都可以 都一样的 大使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现在碰到这件事情很彷徨 我没什么祈求你的 我就祈求你给我指挥 给我毅力 给我有耐心去成就这件事情 让我永远属于佛法的人 我们是这样修行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别境里头 你的生涯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感情 以及你的人生的种种的记忆 都在你的这个别境之中 离不开这五个因素 欲 圣洁 念 定 毁 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这个事情 神道说 人有这个 有这个 目标的时候 那么 他才能够活得下去 你去看看 你今天有一个你自己的工作目标 你今天就活得比较充实 今天没有目标 今天就不充实 有时候 我做过实验 我自己也做过实验 我今天想来好好的 这个 什么事都不做 今天可好 刚好也没有课 也没有接演讲 所以 我现在 好好在家里 想躺躺就躺躺 想看贤书就看贤书 到三上七走一走 应该很快乐吧 没有 到下午的时候变得很累 没有目标 但是有一个目标说 我今天就需要赞叹 这个生命 今天刚好 有这个空险 偷得福生 一日险 不是半日险 哈 那么你觉得 真的眼睛张开了 啊 像今天 我不曉得 你们今天有没有像我这么幸福啊 有 大家都要跟我一样 我今天早上 一大早 地板都还是湿的 水地还是从树上滴下来的 我就上山去了 我不是上山去打财 也不是上山去工作 我去上山去什么 去云游 村井 所以 我去走一走 找个地方坐下来 然后 我还带了一块 这个塑胶的铺团 虽然地是湿的 我把腿盘起来 然后我在那里开始做我的这个巴断井的外工 巴断井的内工 我今天还很高兴 还做了这个 连香工一起通通都做了 做得很开心 今天我在做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菩萨刚好那边过 他给我和长 说老师 你是郑老师吗 我说是 我做得比较远 不太感人 不太感人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看得出来了 我说 哇 很好 他跟我讲 这个山是你的 我说你也一样啊 但是 你看着 一天有一天的目标 可是 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 人有今天的目标 有短期的目标 有长期的目标 有终生的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也不太一样 人生四季 春夏秋冬 春天 也就是青春期 这个 就是成年人之前 那一个时期 那一个时期 儿童青春期 那是生命之春 然后 然后 这个 到了成年 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 我们 最 这个 最 有活力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说 那叫 夏天 人生之夏 可是 可是 到了 这个壮年的时候 它是人生之秋 其实 有很多的收获 也就在这一段时间 但是 力量还很大 秋天 秋老虎 还是 还是很热的 但是 热能还是很够 可是 它有秋意 有丰收 这个 人生之秋 可是 一进入 淫法族以后 叫人生之冬 但是 有寒冬 有初冬 初冬跟秋没什么两样 那 你去看 春夏秋冬里头 各有一个别境 你人生整个是一个别境 春天有春天的别境 夏 人生之夏有夏的别境 这个 这个秋有秋的别境 冬有冬的别境 所以 对一个淫法族的人 对于人生 我现在准备做什么 我每天 我准备 一切都放下 自在一点 已是无真 我在这个地方 我 好好的练佛 好好的参残 可以 你可以这样做 可是 你叫一个高中的学生 跟大学的学生 你叫他每天在那里打坐 在那里参残 在那里悠有自在 可行得通吗 所以佛告诉我们是觉 他叫中道 觉 不断的在觉察 不断的在觉悟 所以 这个 在禅宗里头 这个禅 弟子呢 会问 师父说 什么叫做道 赵州 赵州禅师的回答是 无 就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一段一段时间不一样 我不能给你一个 知识的标准答案 可是 那无怎么办 另外接下记又补一记 一即是一切 一气 就是一 也就是这个 觉察的这个心 可以展现在整个人生的别境 不同的阶段 产生一切的成就 是不是这样 产生每一个阶段 我们的别境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光亮 而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所以 我们 开禅学院 我们给高中生或大学生开的禅学院 不可以开给引法族的开的禅学院 的内容 讲的不能一样 可是一是一样 就是那个禅定的功夫是一样的 觉悟的功夫是一样的 内心里头 安定下来 没有障碍 没有无名 没有烦恼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可是 一切的时候 却不一样 所以 这个 有一位 这个 唐朝着说 有一个弟子问 耀山禅师 他说 嗯 我想来请教你的是 什么叫做 这个佛道 我去问金山和尚 金山去跟我讲 说无 可是又去问另外一位 他跟我讲说 有 我不晓得这怎么回事 一个说有 一个说无 他就问他 他说我请问你 亚山的回答是 我请问你 金山和尚他有没有家事 他说没有 所以他跟你讲无 他说 你是问的另外一位 禅师 他跟你讲 他说 他跟你讲有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家事 他说有 所以他跟你讲有 有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 法 是法法圆融的 那么 无论如何 其实 这个 这个 在这个 为事 为事论 为事的智慧里头 我们也是要很清楚的 能够掌握这个 主题 就是 每一个人 在他的人生里头 他必须有一个目标 一个年轻人没有目标 他会彷徨 一个老人没有目标 一样彷徨 而老人 需要一个什么目标 那当然 每天练佛 希望到极乐世界去 我现在朝这个目标 比较近了 但是 以后 但是回首前程 二三十岁的时候 就觉得很远 但是我必须要努力去做 我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这是菩萨的行持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看了 了解到这里的时候 我会顺便跟大家讲 一个人 这个 一旦 这个 有一个目标 才会鼓励自己 有一个目标 也感觉到 自己 可以集中心力 去做一些事情 那这些人 他会产生一个 精神的力量 容易被挑起来 所以 他们会有比较多的法喜 所以法喜充满 就是 我们在工作当中 我们感受到 那一份法喜 我们有一种充实的感觉 要这样子才可以 而且 有了目标以后 这个目标 也要懂得鼓励自己 也要感觉到说 我一点一点在累积 在接近这个目标 所以 无论你在修行 念佛 做禅上 需要如此 在你的世间的 这个 这个志业上 也必须是这样才可以 我们 每天自己给自己想一想 说 嗯 我真的很努力 而且我今天 比昨天努力一点了 虽然今天 我莫名其妙摔了一跤 好 但是我知道至少 我以后知道 要怎么摔才不会摔得那么重 或者避免他摔 但是 不摔是很难的 好 那么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 也要回过头来 都 随着自己的这个欲 这个目标 要懂得去鼓励 我们自己才可以的 我跟你讲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 这个心理学界里头 有一个实验 这是美国的心理学家 这个 这个 Rosenthal 跟Jackson 这两个人做的实验 他是对七年级的 这个 青少年 那么 这些青少年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这些人带着研究生 到好几个学校去宣导 人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潜能 他的potential ability 但是我们已经有各种测验 也有各种不同的观察 我们可以在 要想办法在班上挑出五个 最具有潜在能力的 潜能最好的人 我们要把他跳出来 而且 一个人的潜能 跟他的成绩 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人的潜能 跟他现在 表现也没什么关系的 好了 大家听一听 听得好像都知道了 然后 这些 这教授也带着研究生 做了很多 这个心理的测验 有智力的测验 有一些多元能力的测验 都做了 做完了以后 这两个教授都叫告诉他们 你们回来 就放在研究室那个仓库里头 一箱一箱放在那 都不必去 去批阅那些 那些卷子 都不用 摆在那里 然后一直到 规定的时间的前 一天 说明天要放榜了 每班五个 这些研究生都已经慌了 没有问题 前一天 自然 我们一次就可以解决 前一天 把这研究生 这几个研究助理都找来 我们的实验不在这个地方 不在你去做的测验 也不在你去 做的一些观察的那些记录 都不在那里 今天要做的事情是抓揪 每一班随便抓五个 每一班随便抓五个 然后就把它放绑出去 这用抓揪的当然也有成绩 也有可能抓到成绩好的 也有可能抓到中间的 也有可能抓到班上最牛的那个 也有可能班上最不会的那个 好啦 都放榜了 那放榜了以后出来了 取先老师啊 都觉得很奇怪 就他这个也那么牛 读书又不会 他怎么会有潜能呢 看一眼没潜能 但是这个老师说 这些人做这么多测验 又做这么观察 又不得不相信他 所以 这个老师只好相信 他虽然不会读书 但是他有潜能 可是这个孩子呢 更重要 他觉得我有潜能 我有潜能 而且我这个潜能 应该好好朝一个 好好来努力 他有潜能 副武厅 觉得 虽然不会读书 但是他有潜能 所以 大家 无形中这个气氛 他只是把最强的五个拿出来 并不否定其他的 好了 这样子呢 经过一年以后 然后 再来做一个重测 就复测 然后来两次来做比较 结果发现 那些被公布 有这个 发展潜能的那批人 他们的成绩 大大的进步 而且是 选出水准很高 那些人 更有趣的是 照理讲 七年级的 这个 国一的小孩子智力 智能的 这个 这个 成长已经很少了 但是 他们的成长 比 这个 没有被公布的这些 这五个孩子的成长 比别人高 而且 他们变得 不管怎么样 他们变得 比较努力 比较有目标 而且 看起来越来越好了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不能 不能说 每一个学校都去做 但是他找了好几个学校 坐下来 我们了解 一个人 某些环境 某些气氛 让他产生了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 慾的时候 这个人 他就好 可是各位 慾并不是慾望 慾有两个字 一个慾是 慾的慾底下加一个新的那个慾 那个慾呢 就是 属于 我们想要享受 想要贪值的那种慾 可是这个慾呢 是 我准备做什么的慾 所以这两个字不一样 那个有 有心的那个慾 它就会产生我们的 种种的烦恼 所以 贪 痴 痴 慢 疑 邪 贱 都从那里出来 只贪着想要 有 只是想要占有 只贪到想要 想到 要东西的要 或想要脱金 减两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它就自然而然就 就 这个慾呢 就是一个不正的慾 它是在 贪神痴慢以理的慾 它不是佛法所要的 佛法所要的给我们的是 慈悲喜舍 是要我们发展这个慈悲心 那么 这个 能够给自己欢喜 也带给别人快乐 而且能够共同共荣 能够减少自己跟别人的痛苦 也能够增加大家的快乐 叫慈悲 那么喜是大家共同有这个欢喜 舍呢是範围很广 就是最基础的是不执着 这个执着就讲 我们工作应该要执着啊 不 那个执着不是情然的执着 那个执着是我奉献心力专注 那个不叫执着 我们讲的执着是讲情然 是 我透过我的欲望 我的情绪把它染在一起 形成的东西 那这个叫做情然 所以在生命世界里头 你看起来是如此 你是经营一个事业 也是这个样子 你是教 这个在教学上 你是教小孩 教这些 在学校里头当老师 也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 欲的部分 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 你在就心理学的一些部分 再给大家往下再延伸一点 你的人生真正最重要的欲是什么 这个 我阅读这个生死学的 这一部分的文献 最早的 一篇论文 是有一位叫做 Raymond Moody 他是在1976年的时候 他写的 发表的一篇论文 他是一个医学教授 他练医科 在美国是大学毕业以后再练医科 他呢 这个 在自己 在行医 也做医学教授的时候 他想到这个问题 他说他在练大学的时候 他的哲学的教授 跟他们谈到这个问题 说他曾经死过 有过死亡的经验 这个死亡的经验 历历如晦的跟同学们讲 但是 Raymond Moody 听了以后 后来学了医 在这个研究工作 跟行医的这个工作当中 当然有一些病人 他没有办法 这个回天的时候 回天法室的时候 就当然有一些病人 是从他的手上离开的 他越来越想去知道 什么叫做死亡 但是我们就人生之中 我们可能了解的是什么 我们死亡 我们就够不上他 所以 他呢 就到各大医学中心去搜集资料 他搜集的东西很很特别 就是医院里头 曾经说这个人 他死亡 可是还继续在急救 然后 他已经停顿了 还在急救 那后来被急救起来 他有死亡经验 所以这篇路门讲的是 讲临床死亡经验 然后 他把这些人 一个一个去访问 因为他总共收了一百多个个案 这一百多个个案里头 有一部分的人 他因为缺氧太久了 以后回氧又不正常 他没有要这个个案 他要的是 现在还健康还生活的 结果 他在这个访问里头 却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叫做临床死亡经验 有一个共同的临床死亡经验 这个临床死亡经验 大体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 他自己 好像还有一点了解 可是接着 好像周边的人跟他讲说 他已经停了 已经死亡了 可是他这个时候 他感觉他从他的身上 脱体脱出来 他每一个名词都 会把他问得很阳细 他说 我感觉到我已经 这个脱体 脱体的 Other body 然后他就 叫他 每一个人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他就会问 所谓的脱体是什么意思 你感受到什么 你体验到什么 他说脱体 就是 我从身上出来了 我可以到屋顶上 我可以煞我之间 回到我自己的 隔了几个周的家乡 我看到我家的人 接到说 我在这个地方死亡了的 那个表现 他自己可以感应得到 那个速度 就是 这个灿我之间的事情 可是我 让我很惊讶的事情是 任何木底下 问得这么细 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啊 我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好高兴 怎么有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我们 这个乡下人 我不晓得 你们来自十方各地 我这个乡下人 从小听到 就是说 灵魂中 死掉的时候 有的从鼻孔出去 有的从嘴巴出去 有的从肚脐出去 有的从肚脐出去 有的从头顶出去 到处都有 就是 胃大才出去 都会有得到 其实我 我对这件事情 我始终 不太 能接受 但是 我在看到这一篇报告里 实在太美妙了 他说 很多人都讲说 不是从哪里出去 很难说 那种感觉很难说 我只能勉强跟你讲 很像是浴缸的水满出来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一点我能够 我比较能够接受 哪有说一定从哪一个孔出去的 是不是 也许是这个样子 但是 无论如何这些人不是真正死亡的 是不是 他有死亡经验的 好 可是他们有个共同的临床实行经验 是这样子的 有三分之二 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是来到了 一个非常光明的世界 他以非常快的速度 好像进入一个光明 而且很欣喜的 来到 越接近一个光明的一个世界 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讲 但觉得很欢喜 但是那个光的世界 似乎跟这个要去的这个人 跟这个王者有个过通 你已经准备好要来了吗 你到人间去走这一趟 你把它拿出来看看 他说 那个东西不像人间的录影带的倒带 他说整个人生像一幅画 就展在他眼前 连以前很久都已经忘掉的事情 也展现在那里 然后 你自己看看 你到人生走这一趟 你还满意吧 你欢喜吧 所以核心是 你很开心吗 你很喜乐吗 你乏喜充满吗 我请问 法喜就是这个意思啊 有没有法喜充满 你到人间走这一趟 好 你是不是用爱去生活 就是慈悲 有没有爱 第二 你碰到很多事情 是不是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智慧去觉察 去生活 师父在问的这个事情 我读这个一本八卦的时候 那是在1982年左右 那个时候我读的 我永远记得 我觉得 我把它看一看 我想着 真奇特 儒家的道统讲的是 人自双修 人是人爱 自是智慧 耶稣基督的教法 是博爱跟智慧跟知识 可是佛的教法叫卑自双运 慈悲跟智慧 卑自双运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也正是走脑右脑最疯狂的 研究走脑右脑最疯狂的时代 我当时看了早期的报告 就讲到 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决定说 走脑右脑一定是怎么 一定是这样 但是当时的主要的学说的主流 就是你的智的部分 跟你的感情的部分 各在一边去融合在一起 但今天我们在脑行经科学上 已经不是这样看了 它交叉的部分 非常的复杂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从一些研究上 以后 有一位心理学家 叫做REEN 他做的一些研究上 他做的个案更多 大概这一点是相同的 是雷同的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能够齐聚一堂 能够一起去看这个生命的 终究究竟的一个意涵 我觉得 你可以超越一点来看 你会得到一些启发 你觉得 你应该 每天都应该欢喜 就是今天不太爽 你要告诉自己 不太爽 只是一部分的地方 不太爽 其他东西 还是发喜充满 要这样看才行 而且有时候 碰到一点难题 不管是家庭的感情的 婚姻的碰到的时候 要这么想 这件事情 我还是能够克服 这就是发喜充满 就是不能克服的时候 我也能够包容 能够安忍 我们才有发喜 然后 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去 带人 接悟 这个人生的 这个别境的主軸 欲这件事情 必须要清清楚楚的 那个目标 必须要清清楚楚的 当然 你如果在教育你自己的子女上 每一个人的欲目标也都不一样 虽然说 目标是 人自双修 是要成就菩萨道 但是就我们的智慧 多元智慧的角度来看 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大体上 这个哈佛 在1986年以后 Howard Gardiner 他就提出来 这个大量统计以后的归类 就是 人 最基本的有八种智慧 语言智慧 音乐智慧 数理智慧 空间关系智慧 身体冻觉智慧 人际的智慧 内省的智慧 还有 一个是观察自然的智慧 那每一个人都有这八种智慧 当然还有少数的包括直觉啦 创意啦 那么 这个 或者是 心灵的感应啦 但是 但是他不能成为一个类 因为 他 人数 他有的这个东西太少 所以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八类 但是 一定有一个是他最强的 或两个他最强的 他会组合成一个结构 我们每一个人 的人生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的话 这八种智慧都有 但语言最好的那种人 他将来去发展 他的语言智慧型的人生 他可能成为很好的作家 他可能很好的一个演讲者 他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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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或者是很好的 这个 这个媒体的 这个 记者 这一类的工作 他可能在这一方面发展得很好 各位 你认为我演讲讲得好不好 好 那大概是我 这个语言智慧还不至于太差 是不是 你看哦 我写的能写得出那么多书来 文字一定也还好吧 还好 可是 我告诉你 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要当作家 要当演讲者 没有过 我一开始都是做水果 都为卖水果 小屁股 大屁股 但你这个潜能会慢慢 会往那边走 那个 这个人很奇特的哦 你看啊 有的人 像我以前练教育系的同学 他是学教育啊 他才会成为财务分析专家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们只学了一门 跟数字有关系的是教育统计 对不对 他可以变成一个财务分析专家 替很多的公司做 为什么 他毕业以后 他做了一个工作 然后他觉得这东西很有艺术 他继续建修继续努力 他越做越好 但是多元的智慧 在儿童青少年发展的这个时间 你不能只发展一种 他必须要多元 通通要给他有机会 而且请注意 越小 在幼儿 儿童 这段时间更需要 多元的 包括肢体动觉的 包括人际的 跟人家互动的 这不是用嘴巴讲的 是你要带出去 让他体验才可以的 这都是佛法 因为 有了这些 慢慢的 他会变成感觉统合 把这个东西统合在一起 那 他自然成为一个人 在人生里头 他要发展的 你不觉得我们人的脑子实在是 真的是 很 很 很奇异的事情 我们脑子可以做这么多复杂的思考 而且把很多东西传在一起 产生一种新的领悟 真的很难得 我们竟然有这个脑子 我们还不雀跃 还不好好生活 是不是 还有人会带着他女儿一起去烧炭 你今天看了 不是你觉得很难过 不是吗 所以 我们了解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年轻人 应该多元的 你做阿公也好 做 这个 爸爸妈妈也好 或者你说 老师 你也以前说 我的小孩子都已经大了 我说没有关系 你做阿公阿嬷的时候可以用 小的时候很重要 那一段时间 尤其是 脑神经的 这个部分的发育 前面的 六年 几乎 发展到百分之七十几 不是他的知识 而是他的网络 他的一个结构性 是这个样子 在脑科学上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相同 有人语言智慧型 有人数理逻辑智慧型 他将来当工程师 当会计师 他可以做很多数据分析的这些事情 去做科学家 都可以的 那有的人是人际关系智慧型的人 人际关系好的人 可以去做 比较容易做领导 甚至也比较容易做业务 闲销 都会做得比较好 那么 有些人呢 他是身体动静很好 运动很好 舞蹈很好 不过我告诉你 一个人 能够把一个艺术品做得很好 他手指的灵巧 也是身体动静 一个医生 他成绩那么好 考的医学院 他能够开刀开得很好 他的手 也是身体动静 做 帮人家做 做这个衣服 那个身体动静 那么 帮人家 每 叫做 整形的外科医生 如果他的手不灵巧的话 可能那个脸被他整完了以后 就整坏了 你知道吗 但是还不止如此 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 这些人 他们 当建筑师 当艺术家 因为他空间 民暗距离 他把握得非常好 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 他走到一个地方 不会迷路的 到山上去 他怎么走 他都知道方向在哪一个地方 那些人比较不容易 尤其是 空间智慧型的人 有些 在 像中东 或者是 美国的一些 牧场里头的一些人 他们 自己的牛 哪几只牛是 长得什么样子 他给他取名字 他都看得出来 我们怎么看都是牛 现在你也就知道 这些空间智慧型 这种东西 你说一个人帮人家美容 他的脸 他的判断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我会说 真厉害 他可以帮人家美容 但做完了以后 他自己觉得很美 别人看了不美 那怎么行呢 是不是 所以 但有的人做完了以后 他就是很美 他是必须要靠着 他原来脸的结构 去把它做出来 那个是一种 除了他的艺术 他的专业之外 他必须要有一个空间关系 能力的东西 那么 这个 内型智慧型的人 各位 也会 最多父母亲 问我这个问题 那 郑老师 你讲的 音乐 数学 身体 动觉 我都懂 美术我也都懂 人际关系 我都懂 语言智慧 都懂 我们家小孩子 这些都没有 我们家小孩子 属于哪一型 我说我问你 你家小孩子 你不知道他什么型 他功课怎么样 他功课如果很好 梳理很好 就梳理 他不是 我们家小孩子 中间下一点 中间偶尔上一点 都在中间那边 我说他是不是怪怪的 倒是怪怪的 是啊 所以你叫他做什么 你帮我去买一瓶酱油 他就会去 老师说明天一定要换季 开始要换短袖的 他就会换 老师说一定要打扫干净 上厕所去打干净 别人脱鸡摸狗 他一定不会 他说我小孩子 有点像那个样子 含含吾吾的 我说 他也做不出 很激烈的事情出来 也不会做坏的事情出来 他在班上是 无色无羞无味的气体 可是他有一点就是 老师叫他做什么 他会去 作业一定会教 用操都要操给老师 就是这样子 他很认真 但是这些人 你不要小看他 这些人 努力努力努力到最后 他可能不是练怎么好的学校 最后也毕业了 他一出去工作了以后 那种人很脚踏实地 就是做一个工人 那工头都喜欢他 所以工头有什么事情就搞定了 工头变成小包商的时候 他就变成工头 工头变成大包商的时候 他就变成小包商 所以 有这种特质的人 身为一种内心智慧性的人 他很会运用自己的资源 很会运用自己的资源 很会运用自己的资源 他走到哪里 用他的资良 用他有的这些才华 慢慢去延伸 这些 好 我这里顺便提出来 在教育上 每一个小孩子 他人生的那个欲 我们让大家知道 多元智慧 是小的时候多元学习 最后发展的 他每一个人有一个最强的 他最后去选择他的方向 接走 这才是对的 那你看 这是不是叫佛法 他就叫佛法 你看起来是一位 看起来是佛法就是一位 可是一位是无量位 你看起来是一相 是无量相 所以 妙法莲华经里头 他为什么说 人生真的是像这个妙 妙 花一样 这个花 每一个生命都像花一样 所以 你每天 要做 要做定课 这个 国序法师 他有跟我讲说 要交代你们做一点功课 你每天要做一点定课 早上起来 家里有佛堂 没佛堂没有关系 你总的合掌 这是一个花苞 告诉佛 我今天 我一定会好好开这个花 如果 你家里有一个佛像挂在那里 就可以了 跪下来 那离境的时候 就是我 五体投地下去了 这个花开了 这个花结了果了 拿这个花结来说 哦 是被伟大的佛陀 或者 拿出大悲观 是因菩萨 或者阿弥陀佛 我真的每天都在努力的 让我这个花宝 能够开启 也让我的小孩子 我的家人 这个花宝都能开启 每一个人都在他那个地方拯救 所以 所以 我们不应该 去把小孩子 或把配偶 说你一定要怎么样 让生涯的事情正当地去发展 应该彼此互相尊重才好 他 有一天 有一位 这个 学生 医学院的学生 来看我 他是他的老师跟他讲 你到台北去 坐完啊车 上啊课 找一个时间去约 这个电话 去跟正 去跟正校售 谈一谈 他来了 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 他跨考 他 可以考进医学院 也可以考进 这个工学院的奠基系 都可以 这是很接触的人 可是他很想练功 他的父亲跟他讲 你一定要学医 他的老师 就去他家 跟他的父亲讲 说小孩子要学医 这个志愿马上就要填了 我看尊重孩子 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理工很好 他可以在这方面发展 这个爸爸 去 告诉他 拿一张纸给他 老师 你敢签这支 你敢签字吗 不 有种 他如果去讨厅 工的比讨厅 他会比较好 后的签度比较好 贪得多钱 你签 老师是不敢签 他如果要去练功 他如果要去练功 我不会出力就对 我这个爸爸也很强势啊 结果 他们老师跟他讲 你就去注册吧 练医就练医 练医也很好 但是你去台北的时候 你要去找 正好是 电话都给他 结果他约了 他来跟我讲这个事情 跟他说 孩子 我了解的是这样 医学里头有医工 他眼睛长这么大 他真的 我说我告诉你 但是很多医工是 学医的人去学医工 但是他必须有工的基础 去学医工 很比较少学工的人 学医工的人 学医工的人 去学医工的比较多 学医的人 去学医工的比较少 你听你爸爸的话 去学医 如果你对工人很有兴趣 你就选及们 那个工学院的课 将来 你应该好好去做医工 那个方向去发展 你一定可以好好的 这个 搭展你的宏图 而且 你跟你的兴趣一定会 你会发展得很好 他说真的有这个 有这样一条路吗 我说你回去去问问 问问你的老师 而且你去查查 结果查完了 我说你下个礼拜来告诉我 他跟我说 有 我们老师也这么说 我说所以你现在 你还担忧什么 好好的练 有一个方向 你准备做什么 你也很清楚 将来 你可能会设计更多的 医学工程的一些器材 一些医器出来 所以 人 有时候需要有人 智慧引导他 所以 大家知道 这个生涯路里头 是这个样子的 我刚刚讲的 整个种的生涯路 最后是卑制 双云 是要行菩萨道 可是展开 遍十方 每一个人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入实观自在 都回到那个地方来 所以 每一个人都在开启这朵画 我常常都会跟我们佛弟子分享这件事情 你这个到阳明山啊象山啊或者木扎的山上去啊 你不要只想到做那个那个叫什么揽车啊 做揽车我也不反对 但是你一定要下来 在 在那个小劲上走一走 你是注意 小小的小野花 小榨江草花 你一定要定睛看 只要开的时候 都是欢笑的 只有人不欢笑 你是看 我好早就 我以前小的时候在乡下做事情 我有时候坐在那个地方 就会陶醉在 果树的花啦 或者树底下的那些草的花啦 不管它是什么花 风一吹 你看它大家都在跟你招手 它就是启发 这是如此 你真的要提醒自己 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 也不希望把自己变成别人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用自己手上的资粮去走出人生路 这是欲 好了 我们要谈这个欲 那么 接下去就谈圣洁 这个圣洁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知道的 你人生一定有一个你的动机 可是这个动机跟你的目标 一定会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当你的动机跟你的人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动力就会好 所以 当我们动力好 人生自己感觉到在自己的生活上 我们圆满了 各自成就它的果的时候 这就是佛头告诉我们的 在欲含帐里头告诉我们的 我生已尽 犯情已利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后有 就 我们就 这个 自己就是这个 越来越觉得 这个 觉得它是丰富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谈所谓的圣洁 圣洁又是什么意思呢 圣洁在维世如里头讲说 于决定境 那么这个应词为信 在我们的环境 生活情境之中 应词 唯信 唯 就是我内心里头 我持着它 我坚持着它 它的特质 也就是说 我的动机会变成我坚持去 维护我的那个目标的一个力量 不可引转为业 它所表现的行为 有了这个东西就不容易引转 你就不会被别的动机牵着鼻子走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每天念佛修行 就人生的究竟以上 这件事情一定要坚定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这件事情要坚定 为什么 我看 不管是看密宗的 有关生死学的书 或者是有关生死学的研究的 一些题材 或者是佛教 我们能够看得到 维世里头看到的 我要跟大家 一再的提醒的是 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脱体的 要死亡的时候 我们会进入中阴身 中阴身呢 刚进入的那个短短脱体的时候 是光亮的 就好像这个云突然间破了 打开来了 是光亮的 可是很快的意识就会来 也就是叫做境界就会出现 也就是会引诱你的 或者是挑衅你的 这个力量就会来 如果 如果我练佛 每天都练得很持续 那么 不管什么引流 或不管任何打岔 你一定要到极乐世界 要去奥弥陀佛那边 要去奥弥陀佛那边 你一心想的是 观世音菩萨 我现在需要你当我的领行员 那么所以不会有问题 可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动机 是我在生涯当中一个动机 我在修行这个地方 这整个都是我们应词为业 是不是 如果我这个是不可引转的话 那我才有办法去 所以在阿弥陀经里头 他会有这样子的经文讲说 不可以扫散因缘得生彼土 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所谓扫散因缘 其实是指我们正确的目标 我们那个圣洁也必须要有 而且以后行动也必须要真的去做 这样子才不会走失 否则会走失的 我们真的也很容易走失 在我们的工作 在某一个情况之下 有人跟你讲说 都没人看的 这个你跌下去好不好 这样 有人就会 就会把持不住啊 有人在碰到一个某种 惊慌的时候 练头 那个练佛的练头就不见了 所以 我常常都要提醒大家这个事情 这也是 应该也是国序法师的功课 交概的功课 也是练佛要持续 一定要常常都要有 你练头常常有 这个练佛练住的 不是只有练阿弥陀佛 而是用阿弥陀佛的 那个48愿的那个 那个慈悲精华去生活 你就永远不会走失 这样永远不会走失 然后一句话 到最后你就会做到24小时练佛 也就是说你在做梦中 即使做到噩梦 你也会练出阿弥陀佛 那大概 这个功夫就生了 他说 我们有时候不是 是整个晚上都在做噩梦 也没有练来一声阿弥陀佛 练不起来 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这样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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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忘掉了 我不是说 我们都不会生气 也会 但是我们很快会说回来 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合理地表达 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愤怒 是不是 你知道 佛法里头 他有愤怒菩萨 你知道吗 愤怒菩萨就是 也是一样愤怒的脸 但是是为他好 叫愤怒菩萨 所以 我们的圣洁有了 我们 在生活中 我们 对于自己的目标 以及 我这个动机 也就越来越稳定 我要做事业也好 我在我的信仰 在这个灵修上也好 或是在我的家庭 我的这个平常 这个我们的身心的一个调理上 也虽然而然 是朝这个方向来做 他才会做得好的 我们 讲说 一个人 这个圣洁 因为 他一直抱持着 一个 比较宽大的精怀 他觉得 对别人 即使 如我刚刚所讲的 我们 虽然有时候 也会表现出 愤怒 可是这个愤怒 会转成义愤 它不是攻击人的敌意的愤怒 好多年前 我在教育部工作 我的部长就是吴金先生 他已经往生了 吴金呢 有一天 大家都说他点字王 他点字真多 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他常常有时候下班 就找我们主管说 来谈谈 有一天他电话 自己打电话来 他说 你今天晚上有事吧 我说 没什么事 你有什么事吗 我在想说他大概要 又要谈事前了 我说没问题 下班就到 他说不是 今天晚上我希望你能陪我 一起去看一个展览 我说看什么展览 我说看什么展览 伯父金天馆 有一个藏传佛教的展览 我说 只有我陪你去 他说对 我就希望你陪你能在我身边 我说 我要先问清楚 为什么要我陪你 他说 你懂啊 你可以解释给我听啊 我说部长 我要先问清楚的原因就是 我对藏教 不耐行 只是稍稍了解而已 不清楚 我们要的话 要再找一个 对藏传佛教清楚的人才 他说不用 有你就够了 至少好商量 就这样子去了 结果 一进国父金人馆 第一个展览的 那个展览台 上面写着 是 愤怒菩萨 他站在那个地方看愤怒菩萨 那愤怒菩萨的脸都是愤怒的 他站在那个地方看愤怒菩萨的 看愤怒 这个愤怒菩萨 就像我们古诗 古书里头所讲的 我们往一闷而安天下 那是愤怒菩萨 那是愤怒菩萨 为了 这个安定 为了大家 能够得到好的 有时候必须要愤怒的讲几句话 那个叫愤怒菩萨 佛怒菩萨 也表示无畏是自己 没有敬畏 但不是敌意 他说 你看 你来就对了吧 所以 我们就一直看着 所以你知道 这个所谓的人的圣洁 你的人生对人生的圣洁 你对于你的目标的圣洁 你对于生涯的圣洁 这个圣洁 就会表现出你的生活出来 所以 你今天会来听法 而且好多人跟我讲说 老师我听了这个维世心理学 我好欢喜 我说真的是法喜充满 我听你这么讲 我也很欢喜 我也讲得很欢喜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的 一个法给我们以后 我们的圣洁 我们圣是圣利的那个圣 也就是说书圣的圣 那我们在这里的洁 这是有智慧的 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去圣洁的 我知道 有的人 他的人生他就是这样 他说 他年老的时候他跟我讲 他说 我是没有什么成就 我告诉你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只有一支油插圈 为头插圈 有一个人跟我讲 他从头到尾都是做油气功 他说 为修根开始做工 没有油插圈 说他一世人 他生涯就是一支油插圈 为头插到尾 所以,菩萨行持了,他这样跟我讲,他这样跟我讲,他这么跟我讲,我说不,那个墙壁不管它做得再好,没有你去把它刷,刷得亮亮的,你那个油漆又调得好,而且你在刷它的时候,你又磨过一次再把它刷上去,所以, 你的这个油漆的工作得很好,住的人都很欢喜,他们不知道他是谁,阿弥陀佛知道你,你的功德无量啊,有在这儿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殊胜的圣洁就在这里,你就是,有人跟我讲说,老师,万多家庭祖父,喜不得都成就, 家庭祖父,成就的才多,下一代的都是家庭祖父带出来的,家庭祖父到菜市场里头,你看菜市场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吗? 而且,每一个人的肚子都是家庭祖父填出来的,我觉得,以后家庭祖父慢慢没有,家庭祖父也没有了,我真不晓得,这个文化怎么传承, 那么,所以,圣洁这件事情,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我未来要是学心理学的人,学校的老师,所以我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 举礼夫人啦,斯蒂芬森啦,这个麦帅啦,沈丽阳先生啦,等等,让他们了解,举个案跟他们了解,那我讲一点, 告诉各位,我们常常,连那个传记都会讲说,发明火灼的是斯蒂芬森, 但是我读斯蒂芬森的传记的时候,我才感觉到,真的,那个人不简单, 他是一个技工,他是一个technician,比那个skill worker,比那个技术工高一级, 可是,他是在矿坑里头,当时,这个,像蒸汽机啊,这些东西,这个蒸汽动力啊, 已经都发展出来了,可是,在煤矿坑里头推,这个煤矿,要推出来, 英国的这个煤矿,只要一施足,他一倒退,就会把人连过去, 而且会产生矿坑,连续的灾变,所以有时候,因为这种灾变,还会产生火灾,爆炸, 所以,他就在想着,如果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它拉出来的话, 那么就不是用人来推,这样可以使工人不会那么辛苦,像奴隶一样, 而且,使这个煤也会安全,产量也比较大,所以,他在致力地研究, 希望有一个头,有一个火车头,可以拉这个东西,体现是要做拉煤用的,的火车头, 结果,我看他矿坑里头有一段,我好感动,有一天,他对他的儿子,他跟他讲, 他的这个Robert,你知道你老爸,除了工资之外,一直在研究这个火车,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为了,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在矿空里头工作, 随时随地有可能就死掉了,灾难里头死掉了, 所以孩子,请你记得,如果我万一死掉,你要继承我的遗旨,继续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天下的劳工帮助一定很大很大, 体现是运媒的,不是还没有想到这个交通上用的, 没有想到说,有这样,天底下就有这样子的菩萨, 就有这样子的,这么样子的,对工作那么执意在那个地方, 专注在那里的人,所以我很感动。 我记得我去年,我到这个亚敏科技大学给他们演讲, 然后我就谈到沈丽阳这个人,沈医师,沈教授这个人, 他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但是有人还在领他的奖学金, 这事后他们跟我讨论,继续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大约提到这个人,我以前我在做科技发展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发展光电科技,所以在清华办了一个光电科技的延续营, 也把诺贝尔奖的得主妹们也都想办法前来,把最高手都前来, 我们国内能够参加这个workshop的大概没有超过40个人,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沈医师打来的电话, 他说,我是一个医生,我可不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光电呢? 我说,只要你可以适应,我不能讲说只要你懂, 我说,你可以适应那个workshop,当然可以,那你是准备做什么的? 他说,他是脑神经外科的医生,他说他要发展镭射手术道, 他跟我讲说,这很精确,这样才能够做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我听问,我说你当然可以参加,他参加了, 但清华做研习,一个workshop下来, 有一天,史大臣博士就在那个休息室那里,我也在那里, 那一个老外的科学家就上课下来, 他就问史大臣博士,他说, 诶,这个,那个Dr. Shen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史大臣就跟他讲说, 他是我们国内脑神经外科的大师级的人物, 算是第一把交椅的, 他就是要研究这个垃圾手术道的,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参加的, 他说不简单,一个学医人下这么大的功夫, 对这个东西懂得这么多, 他说他问的问题都是要害的问题, 都是关键的技术, 好了,我只知道说这样子, 可是这个史大臣先生就跟他讲说, 我顺便给你一提, 这个人,他得了cancer, 而且我所知道可能是接近莫及的, 所以这个外国人很惊讶, 说这样一个人自己病得这样子, 他还要做这个事情, 你看,那个专注性, 那个禅定性有多高, 我只是听了, 就这样了解一个人, 但对他没有什么来往, 可是隔了不久, 这个workshop做完了, 他隔了不久, 有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跟他说, 他已经封刀了, 不开刀了, 后来是孙远长, 孙远长开刀的时候, 他又去, 就是孙远贤的那个刀, 他又把刀相助, 然后以后就没有, 可是有一天, 我看他报纸写的, 他往生了, 往生了, 只有一两面之缘, 我跟他没有什么, 但是, 我把那个报纸拿来看完了, 我感动了眼镜, 眼泪都掉下来了, 他说他要往生的前两三天, 荣总的院长去看他, 那天他也很清醒, 在跟他谈的事, 他说, 院长, 你是知道的, 我这一辈子, 只有奉献在医学的研究, 服务, 尤其是医疗的实际工作, 以及教学, 我其他的, 我没有去想, 我没想到, 就这么样子, 如果我走了宿舍, 让他, 让我的家人多住一段时间, 如果可能, 帮我家人, 这个, 照顾一下, 他的工作, 给他介绍过工作, 我只看了这一段说, 我才发觉, 这世界有这么多的菩萨, 没有想到自己都在想到别人, 你只有用菩萨的眼, 跟菩萨的心, 你才看得到的, 我知道, 在座每个人都是菩萨, 每个人都要在他自己的人生里头, 要成就, 每个人终究到最后, 人生是有始而终的, 对他成就的, 我跟他们讲了, 说这个沈利昂先生, 后来下课的时候, 好几个人围着我, 他说我拿他的奖学金呢? 但是我不知道, 沈利昂, 他的感人的故事, 我们看来有些人的人生, 他有一个很好的圣洁, 有些人, 他对自己所做的工作, 他很努力的去做坚持, 今天这个社会, 如果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岗位上都能圣洁, 都能做他自己该做的, 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 该多好呢? 有时候, 我觉得, 当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圣洁在的时候, 奇异并没有那么大, 人与人之间的奇见没有那么多, 最近, 我顺手拿起笔来, 因为, 常常都有稿在, 就赶快写一篇, 问题是什么? 所以, 懂得去赞美别人,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优点, 因为人的眼睛很容易看到人家的优点, 有人的眼睛, 他只会看到人家的缺点, 他看不到人家的优点, 但是, 其实你的眼睛并没有坏, 还是都有, 只不过是作意的点, 一直把它放在那个负面的地方去, 这些人, 一回到家, 跟他们家的人陷害不太好, 这个家庭怎么会好? 他讨论这个社会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公共政策, 要做一个公共政策, 不会是赎全是美的, 但是没有看到, 在美的那一部分, 所以, 我们看到的是, 每天都是纷扰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 我能看到你的优点, 你的美, 你也能看到的美, 这就有交集, 至于不懂的地方, 才做真正, 我们需要去做, 这个, 补充他的, 一个缺陷的,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 一正此言的其出, 很多需要做的事情, 他今天, 在这个社会里头, 我们知道, 希望我们能够建立, 这么一个祥和的一个社会, 建立人间的净土, 其实, 每一个人, 都必须, 有一个圣洁, 这样子才可以的, 各位, 我们的人生的别境, 事业的别境里头, 你看, 我有一个挑战, 有一个困难, 你的看法不一样, 也就是解释不一样, 你怎么解释, 就产生什么结果, 我碰到一个难题, 我这样解释是比较正向的, 我就会积极的, 而且, 我容易把它做得比较好, 但是我如果一直都是负面的, 那么, 我这个圣洁, 可能不叫做圣洁, 那叫败洁, 因为会垮掉,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要走的, 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有时候, 看到一些事情,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作杂的事情,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 我很清楚的, 好坏是非分明清清楚楚, 但是该肯定人家的, 要肯定, 该提出, 正义的质疑, 应该提出来, 所以是, 这社会的社会性格里头, 需要, 大家必须要来, 这个弘扬佛法的原因, 你看起来, 是一个, 为事好像是, 就这个, 没有去深入去, 去探讨它的时候, 为事好像没有什么, 其实为事很丰富,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上, 也用的很多, 那么, 这个信仰才真的踏实, 我们才能够真正成就, 这人间的净土, 否则真的很难, 那么, 别经的第三个, 就是恋, 成为事论里头, 在解释这个恋, 云和为恋, 他说, 以曾习近, 曾经你接触过, 或习染的, 或学习的, 那个情境, 那个知识, 那个经验, 令心铭记不忘为信, 他会记在心里头, 作为我们, 长久不忘的, 一些经验, 知识, 我们, 这个铭记在心, 所以叫做, 铭记不忘为信, 那么, 定一为业, 也就是, 拿这个东西, 我, 这个作为我的依据, 去行动, 去做事情, 那这个部分, 我就把它解释成, 我们需要, 不断的, 有丰富的经验, 有丰富的知识, 有丰富的一些尝试, 去 try, 去建立更多的经验, 你教导小孩子, 也必须是如此, 他有更多的生活的经验, 有更多的工作的经验, 有更多做家事的经验, 不是只有读书, 今天这个社会, 我就太虚拟了, 因为读书的书, 也是白纸写黑字, 早上去读书, 晚上回来又读书, 中间去补习, 他的生活呢, 然后, 家里, 大家, 也不在做, 在家里做饭, 吃的也减少了,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外头买一点成品, 回来, 这样子, 但是小孩子没有机会, 看到你怎么切菜, 怎么去泡菜, 怎么去处理这些, 这个各种, 这个菜肴的一个过程, 他没有这个经验了, 也没有那个经验, 可以帮忙你处理你的清洁, 帮忙你打扫, 帮忙你整理东西, 都也是大人在自己经历, 这样子, 那么他的念慢慢就不是很正确, 他的认知也慢慢不是那么正确, 所以问题就来了, 我们太偏重知识性的东西, 知识不是不重要, 但是我们缺乏人际方面的历练, 我们缺乏这个寒暑假或礼拜天, 有机会的时候去做一点, 他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缺乏这个历练, 我觉得在我这一代的人, 历练太多, 读书太少, 现在呢, 是读书太多, 历练太少, 总是恐吓吓, 是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知道佛法告诉我们, 念其实它就是心知, 就是观念, 它必须不断去学习的, 一个人要不断地学习心知, 才能够面对无常, 无常是不断在变化, 你需要新的知识, 你要一些新的经验去解决问题, 所以学习活用的东西,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财会充实, 我们的工作活力也才够, 实用知识也才够, 所以, 这个, 一定要是不断地去学习新的东西, 你今天来听这堂课, 也是在学习新的东西, 可是你在你的专业里头, 你也没有在学习, 你说老师, 我已经没有专业了, 没有, 有的人说, 我已经年老了, 没有什么专业了, 不, 年老也是一种专业呢, 我最近正在学习这个专业, 为什么, 没有人逼就不会学, 有点年少了以后, 家开始滴滴滴滴滴, 现在也比较短, 那我们就应该来学习一点东西, 就是这样, 但是, 我最近很用功, 我读了一些有关于老人, 引法族的这个, 这个, 我比较偏重于心灵, 跟生活调速的这个部分, 那么, 以及, 这个, 比较, 这个, 一些, 对生命究竟意的部分, 我多, 多花一点心血在这个上头, 但是我们总是要学, 你知道, 我觉得,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我做这个心理的工作, 我原来学的, 我只做儿童青少年, 那是第一届张老师, 我学的是这个辅导, 就做这个工作, 但是, 一做儿童青少年, 就会涉及到家庭, 因为很多人很请教家庭的问题, 所以我只好去学婚姻智商, 对不对, 总不能问说, 这我不要, 你去问别人, 我觉得, 因为这个小孩子, 他涉及到他的父母亲这边来, 你不能够说, 婚姻切一个, 小孩子, 我有办法, 那边都不管, 不行, 好, 就这样, 可是, 我的工作里头, 会碰到有一些人, 他的生涯变化会这么大, 尤其是科学元期刚开始, 成立不久, 差不多第十年, 对, 有一些从国外回来, 那那个时候的产品, 生产线变更非常大, 有一些从国外学得很好的人回来, 他很专注这个东西, 那整个语言技术改变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在第一线工作, 可是他要转到食物工作区, 就是比较食物的部分的时候, 他又不适应, 在R&D他又没有办法跟上去, 糟糕, 这样的人只有在四十几岁就发生了, 四十株多就发生了, 所以我发现一个问题, 人好像不活到老, 学到老不行, 所以我就看到这些东西, 我想到了要来了解一下, 这个生涯, 对, 人家做生涯辅导的这个部分, 做生涯智商这个部分, 所以我开始也去领略它, 我觉得我后来就接触这个临终关怀, 或者是对于安宁病房这一部分照顾的东西, 我就会去接触这些, 我觉得因为我们活到老, 学到老, 你会说老师, 我又不是你, 所以问题在这里, 你每天做饭, 你有时候出去外图吃饭, 除了这道菜这么好吃, 你有没有想过, 问一问经理, 那个大主可不可以来解释一下, 这个菜怎么, 这个包箱包得这么好, 赞美它一下顺耻, 偷一点, 问一点技术回来, 礼拜天买一点东西, 做个来吃, 吃大小的吃到脚, 你怎么做, 问题是这样, 是这些东西没去, 有人就跟我讲, 老师, 这么忙怎么可能有这种亚信呢, 我说就是这么忙, 才需要一件亚信, 是不是这样呢, 因为你有这个知识, 你就会调整好, 所以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时间, 他必须要不断的去update, 所以你的知识各方面, 都不断的必须要去提升, 所以学习这些东西, 我跟各位讲, 这些系列学家, 他告诉我们, 你在学校毕业, 不管哪一个前的毕业, 你毕业出去, 你进入你自己的行业里头去的时候, 先记得, 你要继续不断的去学习更多的知识跟技术, 但是他告诉我们, 他说统计上看起来, 从你一出来做事情以后, 要不然你就回去继续接受训练, 如果你出来工作的时候记得, 你从读书那一样学到的, 是百分之十, 通常是关键性的一些东西, 但是你从参加讨论会那个地方, 得到的是百分之十五, 然后你从你的工作中, 生活中, 你愿意去伸出你的储蓄, 去探索, 去找资料, 去研究它, 去有所发现的, 占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知行合一的人比较有办法, 只要继续要讨论的没法到, 当然, 你就是在学校里做研究教授, 也是一样, 你可以从报告那里得到的, 也只有新的百分之十, 研讨会里头得到也就只有百分之十五, 问题是自己要去做, 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生活也是如此, 你的工作也是如此, 你的人生也是如此, 这就是佛法, 我们不能够用清朝的时候, 或者唐朝的时候, 在谈为世论的时候, 我们照那个文字来看, 但是我们就知道, 为世论的, 为世的含义, 是那么有结构的告诉我们, 那么所以, 很清楚的, 那么, 我们是在这个所习近里头, 我们会从那里, 那么这个学到新的知识, 学到新的技术, 是从那里来的, 那么所以, 一个不断能够愿意去学习新知的人, 他的自我功能会比较好, 我也是论里头没有自我功能这个名词, 但是, 念这件事情, 我丰富化了, 我有更多的知识, 我有更多的经验, 所以我的这个思考的功能, 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应付环境的这种, 这个回应的能力, 乃至于我维持我自己, 对抗压力的这些能力, 都会变好, 所以, 在我们心理学里头, 这个人能够肯不断的去学习, 那这个人, 他的自我功能越来越好, 他对抗他的这个工作的负担, 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 压力这件事情, 我们现代人都讲压力压力, 而且小孩子一回来就讲, 我压力好大, 大人也这么讲, 我工作压力很大, 但是压力, 在我们心理学里头, 压力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来表达它, 就是压力, 这个precious, 等于L除以1, L就是loading, 就是你的负载, 全部的负载, 除以你的ego function, 你的自我功能, 也就是, 我的负载跟我的自我功能之间的比值, 就是我的压力, 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把它变成一部车子的话, 这部车子的上头, 你负载的东西有多重, 那就看这部车子的性能, 这部车子的性能是大卡车, 你给它, 它这个20桶的, 你给它放15桶, 它没关系, 这样的这台车是优秀的隔壁车, 还是说我们普通的房车, 你那15桶放下去, 它全都抹去, 这个压力的大小, 就是这两个的比值, 就是批的值, 所以压力很大的人, 并不表示他工作负担很重, 负担工作很重的人, 并不见得他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我们才说, 哦, 你工作负担很大, 压力一定很大, 那是尝试判断, 但是人家的压力还没解决, 我看很多人都, 一些做事业的人, 或是做真正有性业的人, 他那些东西做到这样, 他也不买得都要好小好小的, 有的不是, 有的, 做一个筋铐筋铐的工作, 他也说压力很大, 他就想很多压力很大的理由, 没办法就想一些人, 我头部疼痛, 肚子不好, 小孩不好, 我的主管, 你如果看到医学院的肚子, 我的同事也很奇怪, 都不想跟我说话, 他要怎么跟你说话, 大家在忙, 你叫他跟你说话, 就想一些, 那有点想起来, 觉得压力很大, 到后来找人, 我就, 我的家里, 别人也大, 小孩还小孩, 压力又大, 结果, 压力很大, 是不是减轻一点负担, 有人就跟我谈, 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 我这个, 已经提出去了, 老师, 你得便的话, 我知道你跟我们那个主管也有手, 你得便是不是可以跟他讲一下, 叫老师去做税课呢,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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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先, 把工作给他减一项啦, 哦, 我才没有这条, 你如果要跟我做个案, 就不能为减工作做起, 我不是你的税, 去做税课的人, 我是帮助你怎么去应付你, 去对抗你的负担才对, 增强你的自我功能才是我的目标, 但是有的人, 我做过的人是, 有的人是, 他起先是请他的主管把他捡一些工作, 捡了以后呢, 半点以后, 他又提出来叫他的主管说, 是不是可以以留纸停薪一脸, 那老板看他那副样子, 压力压整那个脸都, 都这样灰头土脸的样子, 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说, 那你就, 一脸好好养病吧, 结果六子停薪一脸以后呢, 他变成专主的忧郁症, 专起了, 估计都在忧郁, 为什么呢, 他本来要没有那两个压力呢, 现在压力很大, 为什么要怎么, 他如果出去人家问, 你怎么没去上班, 你如果这时候又在这, 开设开设不了, 然后跟他开设就开设越多, 压力越大, 所以, 我来说, 问题是自我功能, 我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好, 我的情绪越稳定, 我的坚毅度越好, 那我的自我功能变成好了以后, 我对抗我的工作的负担就会比较好, 那我的成就感增加了, 我这时候增加会增加了, 我的自我功能的发喜, 所以他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那工作做起来, 就不会觉得那样困难就对了, 所以, 我们看起来, 就是说, 一个人, 自我功能才是重要的, 我今天不是给大家, 谈这个压力的专题啦, 那就是压力的专题, 顺帅给大家说, 我刚才说, 那个工作的负担, 那个路人, 那个负债, 我们一个人的负债, 这个负债, 大别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就正当的负债, 你就做学生, 就要拍片特赤, 你同样吃这个头路, 人们说吃人的头路, 就要犯人问, 就一定这是负担, 我结了婚, 我就应该懂得, 要发时间来经营这个婚姻, 我有了小孩子, 我就应该注意, 这个小孩子的教育, 我开始增加了我的一些, 我的工作, 或者是我的扩张, 我的工作的一些项目, 那我就应该要做一些, 有的心理的调试跟准备, 这些东西都是很自然的, 这些东西都叫正当负债, 可是还有一个, 叫垃圾负债, 什么叫垃圾负债呢, 就是一名做一名不甘愿, 那些不甘愿, 就是垃圾负债, 一名做一名抱怨, 那也垃圾负债, 心情很坏, 这个样子不习惯, 那个样子不习惯, 那也垃圾负债, 所以, 你这个看起来, 把自己负债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请问, 是不是真的压力负债太大了, 是不是应该, 从车上应该把有一些负债, 要把它搬下来, 依你的观察, 搬下来是搬正当负债比较多, 还是搬垃圾负债比较多, 应该搬垃圾负债,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大家都, 习惯搬正当负债, 工作比较减少了, 搬一时去上班, 不然我留住田薰, 他就是, 一些搬正当负债, 正当负债一搬的时候, 成就感下降, 可是搬掉了以后, 那个空间干什么, 搬垃圾, 对, 然后整台车都坐垃圾车, 这台车变垃圾车, 整个, 所以你说, 贪费滴滴減, 油桃贷变的人也会坐坐, 所以老师经都会讲, 人都不是做事, 喜欢乐事, 人都不是负担太多事, 都是不甘愿事, 所以, 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 我们佛法,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知道, 就是说, 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就要去学习, 学习, 我怎么去解决问题, 我应该怎么经营这个婚姻, 我应该怎么去带这个孩子, 我应该怎么把工作做好, 我应该怎么把我的平常生活当中, 包括亲家朋友, 可以怎么样互动, 这个人去支持, 能够建构得好, 这些东西也是很重要, 但是, 你如果把它写下来, 现在那个手机很方便, 还有那个秘书的修改, 输入一个, 记录一个, 你就知道, 要做一个, 这个应该做的事情做一下, 应该去学习的学习一下, 你自然就不一样, 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好了, 处理的事情就好了, 我感觉人真的要不断学习, 因为环境在变, 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自己的人生也在变, 为什么, 因为到处大家都会从儿童, 到青壮年, 到壮年, 到引法都在变, 总有一天, 也是会躺在那个地方, 但是, 躺在那个地方, 也会躺在那个地方的, 自我功能才可以, 也有这个能耐才可以, 也有这个觉醒才可以, 一个觉悟力才可以, 所以, 我去做这个, 这个安宁, 这个病房, 或者是做关怀的,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确实看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他跟我讲, 老师, 我好羡慕你, 我说你羡慕我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告诉你方法, 我羡慕你的信仰, 怎么会这么虔诚, 我说你不是已经皈依了吗, 是, 我皈依了, 可是皈依是皈依, 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信, 信得这么实在, 我说, 那你到底现在是, 有信呢, 还是不信, 他说有, 有信, 可是, 没有信心, 各位菩萨, 你不会这样的, 你来这里听完了以后, 你有信仰, 而且你的信心, 你的自我功能, 你不断地学习, 你就会提高, 那么所以, 每个人都要去学习, 你看, 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是, 我需要什么能力, 我就努力去学嘛, 这个, 好, 这情绪习惯, 那就是, 我自己稍微控制一下, 每个人的情绪习惯都不一样, 但是想通话就是, 稍微控制一下, 你要发脾气的时候, 稍稍地吸一口气, 稍微停一下, 只要练一声阿弥陀佛就不一样, 但是问题是老师, 那个时候总是忘掉阿弥陀佛啊, 我都说, 也尽是那个时候, 你能够练出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的功力就有了, 你就不怕了, 好, 所以, 这个, 好的, 情绪习惯, 我们最普遍的一些习惯, 现代人, 欲阻, 忧郁症, 这个, 焦虑, 焦索不安, 这两个是, 其实不是, 这两个东西都是从, 我们的愤怒来的, 愤怒到我无助的时候就变成忧郁, 长期的愤怒的时候就变成焦虑, 你看看有什么有什么, 有很多的敌意, 有很多的紧张, 到不过, 我对人生, 三个月都都没有好, 完全的觉得无助了, 我很无奈了, 我放弃了, 就是这样, 其实从这里来, 人只要把这个, 这个敌意拿掉的时候, 它就会好得很多, 所以, 因为跟大家讲, 你的, 要注意, 有时候, 这个愤怒的心, 要来的时候, 你可以当愤怒菩萨, 但不要变成愤怒凡夫, 稍稍稍自己控制一下, 给自己生活上稍微有点安排, 每天有点运动, 而运动的时候养一点气, 大概健康维持的也会稍微好一点, 人不可能永远都是那么好, 但是你会维持着品质好一点, 人要学习一点毅力, 这个毅力, 是要坚持, 就是及时去行动, 你愿意不愿意去及时行动, 我觉得, 我又是自己想一想, 某些东西, 我的及时行动力不好, 我发觉, 我发觉, 孙母的及时行动力比我好, 我很佩服她, 我是向她学来的, 她说明天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以前她一定会醒下来, 现在她会把她输入她的手机里头, 她一定会去做, 她很忙, 她也会找时间去做, 她说, 讲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问题是你肯不肯去做, 所以行动力的问题, 学习这个行动力, 这里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南海朝圣的禅僧,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这个听的佛法, 说有两个禅僧见面了, 家就跟姨, 问姨你要去哪里, 你在做什么, 她说我现在正在化缘, 我准备去炒南海观音, 我化缘过了以后, 盘禅过了以后, 我要去炒, 炒拜南海观音, 另外一位, 你在干什么, 她说我也要去炒拜南海观音, 她说要不要一起去, 我已经正在行动了, 你还不要去, 她说不行, 我化缘足够盘禅以后才去, 我说那好, 那我走了, 三年以后, 他们又见面了, 回来见面了, 炒拜南海观音回来了, 跟她又在路上见面, 她说, 你怎么没有去南海观音呢, 炒南海观音, 她说我已经去回来了, 我本来就是从北往南走, 我就去炒南海观音, 我现在回来了, 她说你呢, 你是不是也回来了, 她说没有, 我现在化缘的盘展, 还没有化缘够了, 所以有些事情必须及时行动, 所以禅行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你愿意不愿意去行动, 我主修观音的讲着的一个智慧跟行词, 那么老师呢, 因为做这个心理工作, 可以碰到很多人, 但是有一些人, 他们得了重病以后, 来跟我谈话的时候, 尤其是癌症这个部分, 他们其实都拖了好久好久, 甚至于有一些人, 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检查到了, 他就是拖, 他不愿意去面对他, 一直到他溃烂, 然后家里的人才压着他去, 这样子的个案理倦不鲜, 生活的保健也是佛法, 所以, 那么各位, 学习是需要伙伴的, 所以你一起, 大家一起来, 我一进来听到你们讲, 哎呀,来听课很欢喜, 有伙伴, 互相支撑, 所以才能够学习新的东西, 你要去学习, 其他的智能也是一样, 所以你在同领域里头, 你一定要有一些朋友, 互相的学习, 喜欢画画的人一起切磋, 喜欢这个书法的人一起切磋, 喜欢做菜的人一起切磋, 喜欢读书的人切磋, 喜欢文学的人切磋, 喜欢某种专业的人, 他在专业里头去切磋,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为了我们能够学得好, 要注意的是, 这个念能够丰富的话是, 我能够跟我的目标结合的时候, 遇, 又跟我的圣洁结合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的行动, 我的学习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好, 因为我觉得它有价值, 有意义, 现在到这里串起来, 就变成有意义的学习, 我要学一个东西, 要记得, 就是我想学某些东西, 我先做一个大略的了解, 有哪几个部分, 我对这几个部分, 然后我慢慢去深化, 因为你有这么一个叫做前导主体, 有一个方向, 你今天来听这个维世心理学, 它是一门心理学, 是一个修行的一点知识, 那你有了它, 我有时候穿插的, 注重的修行的那个方向, 那么你就有一个前导主体, 你将来要去找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比较容易, 那么这个学习, 也同时是一种主动性, 我们一定是不断的愿意, 有这个主动性, 我们才能够学得好, 没有这个主动性, 我们根本就没有, 没有这个行动力, 根本也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这一个时间, 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这个别境, 不管是你的人生这个别境, 或者是你的事业这个别境, 或者你去做一个志工这个别境, 或者你今天, 今日生活这个别境, 那么, 难以至于你今天来听这一堂课, 它也是一个小的别境, 这个别境里头, 那么, 欲, 也就是你的目标, 很清楚, 圣洁, 你对它的动机, 以及它的价值观, 很清楚, 因为我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我也能听得懂, 我现在又增加了更多的练进来, 那么好,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请听下回分解, 因为下面就产生了真的, 那个所谓坚毅度, 也就是安定的这个力, 这个人的心定的这个力量, 因为定会等词, 坚毅度好, 定好, 那智慧跟着这两个又来, 所以你就看到说, 别境有物, 大家一起练, 别境有物, 欲圣洁, 练定会, 再来一次, 别境有物, 欲圣洁, 练定会, 别境有物, 欲圣洁, 练定会, 英文都会记得, 把它记得, 然后, 其实这样的东西, 你们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前导主题, 也就是说, 在你的生活上, 你有一个很结构性的东西, 所以我说, 在唐朝的时候, 中国就发展出这么结构性的, 这种, 从印度的十三论师, 传到中国, 这个贤障大师跟魁基大师他们, 把它融合成这样一个有系统的东西出来, 所以, 各位, 你应该可以了解, 圣洁师父一直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汉传佛教, 因为他到了汉地来以后, 跟汉地的文化, 跟汉地的根性产生的智慧, 跟他的那个影响力, 他跟你要学佛, 真的能够学得, 到最后能够学得真正这个入礼, 又这个成就, 他就在这里, 所以他有一次也跟我提这个事情, 他觉得, 汉传佛教一定要发扬下去, 我今天讲的这些, 就是汉传佛教的精髓之一, 因为为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用心理学的方式来讲, 适合现代人容易了解, 容易运用, 这就是我们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上面多多的用功, 所以我这讲的东西都是功课, 你给自己定一点功课, 好, 我们今天要讲到这里圆满, 谢谢,